MING PAO TORONTO 又來到逢星期二的教你做師傅 當然不少得我要做古神的 詩魂藝Grad Sir在這裡 阿Sir,你好 請… 這次很想請走一些負面消息 很害怕,其實看到市場 Grad,上星期本身約定了你 我們這個星期說究竟處於加息 周期資產如何配置 但事出突然,發現市況不太穩定 我們先不要管資產是否配置 先說市穩是否穩定,好嗎 沒錯,今天就說降準 我們剛剛聽到新聞 特別是說銀行終於降準時 所以就會加插這個環節 但其實如果在星期日 最終新聞很實時的話 應該在吃飯前就會覺得很開心 消息已經公佈了 還打算早點睡覺 等星期一回來時 迎接股市美好的一週的開始 誰知道昨天就殺我們措手不及 今天早段也不太多 但其實為何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又或者降準的效果 為何不似預期 不如我們逐一說 先說甚麼是定向降準 首先我們都要了解這是甚麼藥 其實我們曾經說過寬鬆政策 或緊縮政策 其實未來日子都會一直跟大家去跟進 首先我們要先說降準 因為降準其實整體是說市場 都是環球的股市 政府其實都是有這個政策的控準 首先我們先解釋一下 降準的定義是甚麼呢 其實降準的意思是 全國的名字就是下降的存款準備金 其實我們要了解存款準備金是甚麼 其實每間銀行的體系 其實它都要按一個存款準備金 留下其實是不可以被借出去的 其實英文叫reserve ratio 即是保存的百分比 其實是有助銀行的體系的資金流 如果100元都借出去 別人要禁錢出來 那你一元都沒有就製提了 所以這個用法都是很適用的 當然我們看到一般來說 譬如說銀行100元 那它留10元的 其實90元可以借出去 而90元可以再變90元 一直這樣下去 那其實這個叫乘數效應 都很誇張 就是最後是可以等於1000元去借出去的 那當然這個百分比 如果越低 譬如1% 一定不會降到1 不過明顯一點 如果降到100% 它100元就可以變成用1萬元借出去 所以它降低 整體來說降低的存款準備金 是有助釋放一些的大額 就是你說1% 都可能有很大的影響 是有助釋放銀行 可以借多一點錢出來 那其實這個就是 下降的存款準備金的用法 那條轉來說 如果去上升的話 提升的存款準備金 其實都不是等於加息的 不過是緊縮 譬如這個百分比 由10%到20% 其實就差不多500元 釋放了 那經濟體的確 沒有了一般的借貸或一般的資金 是非常之大影響的 如果聽你這麼說的話 降準這兩個字 似乎應該是好的 因為其實 大家都多了錢 是… 是不是呢 沒錯 其實看起來是好的 其實都是一個寬鬆政策的一種 可以放在減息、QE、 逆回購 或者降準都是同一個範疇裡面 其實這次看到的消息不是太好 其實有少許原因 因為本身降準也不是一定是好消息 那這次其實有什麼不好消息呢 那它只是加一個定向而已 定向 定向降準… 即是有些條件底下才會做的 是的 沒錯 定向降準 即是好像跳到降山 要定點 這樣… 即是不可以周圍都做 沒錯… 那其實呢 定向降準就是可能說 我有條件的 可能指明哪個、哪個企業 或者哪個、哪個行業用到 那這次呢 其實是… 叫做非常之寬鬆的了 因為呢 它只是說著兩… 大致上說 港準兩個行業 是不可以用到這個降準 即是不成立在降準裡面的 那經常是可能在說一些殭屍企業 不要忘記了 我們15、16年 其實那個中國的借貸槓 是去到差不多歷史的高峰的 那所以呢 那些國家的主席 就在說 說根本是有意打擊的這件事 到今天呢 其實如果你看回借貸的數據 是乾堂的 即是去到2008年左右的錢 甚至更加差的 所以呢 降準是給回一些… 即是一個… 今次是一個非常乾堪的沙漠 給回一、兩滴水而已 即是其實不夠的 但是… 我想中國都很害怕 再降準的時候 釋放得太多資金 所以說明僵屍企業不容得 僵屍企業就是臨死邊緣那些喪屍的企業 就不可以再救你了 但是整體來說呢 短期的措施降準來說 其實是有幫到市的 長期啊 長期經濟來說呢 你就要有一點懷疑 為何它要救市呢 為何要釋放資金呢 即是好地地市場的投放力 是很自由的話 那你也要去干預 那怎樣去… 即是可能經濟意味有問題 尤其是2016年之後 無端出那四個字叫暴力救市 所以越救越跌 希望這次當然不會發生 究竟會否說 降準等同一定是要救市 是不是要有救忙的行動 市場上的解讀 普遍認為都是的 即是覺得沒事 就不會無緣無故出手 但其實想問一下Grad 究竟降準是否完全等於 接下來的貨幣政策 是向寬鬆那邊走呢 因為看到有些專家 又說到其實這次降準 又不是說貨幣政策 接下來是會轉向的 其實很有趣的 在人民幣來說 世界上有兩種貨幣 一種叫貨幣 另一種叫人民幣 當然 所以人民幣來說 其實我自己去看 如果想得通這件事 我自己幫了自己 其實人民幣是一個外交政策 所以無論在岸或離岸 人民幣都是差不多的策略 你看到一般來說 如果降準釋放到這麼大量資金 其實會令到資金 在短期上的供應突然間大增 那個需求突然間沒有增加的時候 貨幣的變向一定會走弱 所以令到貨幣轉弱的言論 其實出來也覺得很合理 但是這次在中國來說 其實他因為人民幣 他真的很… 看這個外交政策 特別是美國會很針對人民幣 轉弱的情況 如果轉弱他就爭生意 就是搶出口 所以你看到他不是特別這樣去提 因為免費可能再撩起特朗普的根 又再去攻擊他 變相你見到這次人民幣 是有一個非常大的走弱的趨勢 這次的降準來說 第一就是因為降準真的會釋放資金 第二其實那邊的商 我們看到美金都是在上升的 所以不要誤會每一次降準 其實股市都一定會上升 還有貨幣一定會走弱 其實要按照情況 好像這次來說 其實美金走弱 你見到人民幣當然是走弱 但是一般來說 降準是會釋放資金 如果真的令到人民幣走弱 我們都可以留意人民幣走弱的行業 我想這次來說 其實降準其實都是做到差不多 因為50點子 你真的要做下去 我覺得大家不要再憧憬 會再更加做下去 因為他應該是寧願狠狠地 阻止所有泡沫 都不會是太過 好像以前那樣 他釋放太多資金 去投放股票市場 特別防地產 我們見到南區 譬如深圳、前海這些 升到這麼誇張 是很難救得回的 現在用了兩年的功力 去救回市場 大家不借貸了 你看到銀行借貸 差不多十年的低位 其實有機會真的不降準 或者很慢地降準 如果下一次 要再降準市場 是沒什麼測試的話 其實可能會有效一點 但是 記得一六年的市場 一六跌的時候 你就算給了一粒藥 大家都是不要的 就是說你都是 做不到什麼的 這個藥的效藥 你都沒有用 一直跌下去 跌到18,200為止 那時候不是說現在 所以希望 都要符合當時市場的理解 Greg,其實是否都可以說 雖然這次大家覺得 吃了這粒藥之後 未見到特殊功效即時出現 但也不可以一刀定奪 就覺得 其實降準對於市場 沒有任何刺激作用 還是弊多於你 這個說法其實應該也不成立 因為依你所說 其實中長期來看 是有一定的作用 是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 要慢慢發揮 對,留意實質數據 出現有沒有幫助 好,大家也可以看看 這個星期股市的表現 雖然降準宣佈了 之後的首個交易日 股市表現一般 但我們先放場 看遠一點 看看這個星期 結尾的時候 可否做得更好 謝謝Grad